I still need to recover from another love Oh, would you be here for me Never met your parents, not even Hi Hi大家好,我是May 欢迎来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不知道各位 有沒有和我一样相似的经验 就是啊,在开始运动后 或者下定决心 想要认真减肥之后 會開始接受大量的資訊 關於什麼食物是好的 以及什麼食物是我們應該要避免的 漸漸的呢 我們的大腦會自動判別 哪些是健康以及不健康食物的明確界線 尤其當我們吃下高熱量高糖的蛋糕啊 點心會立馬陷入滿滿遮感的深淵 然而吃下這些點心的後果 真的有如此慘烈嗎 今天妹呢 就要來發起一個 五日甜食的挑戰 那在這每一天呢 妹都要吃下健身的人 會認為是NG地雷的點心們 但是這五天呢 我仍然會記得搭配規律的運動 然後有意識的去控制我的熱量 是盡可能的達到100克的蛋白質啊 然後控制在大約1800到1900大卡 接近我的TDE的熱量區間 那過了五天之後 我還能不能維持住我的身材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在挑戰正式開始之前 我們先記錄一下自己的體重和體態吧 超超好吃的芋頭撕開 想吃這個很久了 裡面的芋頭餡仿佛要爆出來 然後上面有一些糖霜 其實它的Size不小耶 它跟我的拳頭一樣大 這是茶梅果醬還有Cream 哇 超香的 它感覺是很濕潤的那一種耶 這個芋頭餡也太爆裂了吧 我沒有吃過那麼外酥內軟的司康 而且咬下去的那個口感 就完全不是那種乾乾乾澀的口感 一頭濕潤的感覺跟奶油 清爽的奶油非常的搭 這家的司康真的很可以的耶 而且它的奶油是我很喜歡的 偏清爽的奶油 然後芋頭餡又不會太膩 我覺得搭在一起超好吃的 這個芋頭餡真的很可以耶 我沒有料到它的餡會嘴的那麼的大方 嗯 嗯 噢 天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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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水餅 いただきます 羅勒乳酪口味的雞胸水餃 豆腐還在絲瓜湯 它的餃子皮是偏Q彈的 然後咬下去 哇 那個羅勒九層塔的香味還蠻突出的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九層塔的人 你應該會非常喜歡這款水餃 倒是乳酪好像沒有到存在感很明顯 對 那咬起來的口感呢 我覺得是稍微偏紮實 但是又是多汁的 那至於為什麼它是五圓六色的餃子皮 就是因為它是用蔬菜的泥 把它做成不同顏色的樣子 那裡面吃起來 因為它不是用豬腳肉 它是用雞胸肉 所以吃起來的口感是偏紮實 但是又不會太乾柴 那因為它是用雞胸肉做成的水餃 所以它的熱量相對的 也會比一般的水餃還要低很多 8顆熱量也只有200多大卡 然後蛋白質也有20多克 那再加上這一碗絲瓜豆腐湯 這樣子一餐四五百大卡 然後蛋白質也可以到30克這樣子 海景凍2.0 那時候湯是可以蓄的 這個湯看起來不錯 很順弱 妳好蠻多的 很順利 要後面都會入一間 校園 還有這裡 那順利 很順利 很順利 非常順利 很順利 真的 市面疏 由于感觉昨天晚上吃的食物还没有完全被消耗完 今天早上只有吃了点水果就来训练啦 做了一些引体向上 还有土手dip等上半身训练 训练后弄点健康的午餐给早安吃 把小黄瓜泡成丝 菇的话平底锅干炒一下 加点盐胡椒调味 继续的拌炒 地瓜用电锅蒸熟压成泥 自制的调料是水煮淡碎 再加上一些cream cheese 一大匙优格 还有蒜末 盐胡椒 用你的拌一拌 最后挤一点柠檬汁 完成 现在要开箱的是网路上超夯的缝千斤玉米球 它每次一开吊单 我都很想要马上去抢购 但是只要我一旺季时间 稍微晚几个小时就抢购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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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感超绵密的耶 我感觉它的芋泥用得很真材实料 非常的扎实 但入口又有一种很绵密的感觉 嗯 另外一个是抹茶 它的抹茶 感觉是真的抹茶 味道非常的浓郁 然后带有抹茶的苦味 喜欢抹茶的朋友我觉得你会喜欢这一款 而且我觉得这个整体的甜味又比刚刚的再低一些 它的大小大概是这样 没有很大 吃完一颗不会很有负担的感觉 爱吃辣的我在网路上找到一家 它贩卖各种中药材熬煮的花椒鸡腿汤面 在宗山站附近的巷弄 价位蛮平易近人的 湯头意外的清爽 喝尽一口 带有花椒的穿麻尾韵 配上细面 多值的鸡腿肉以及蔬菜 挺营养均衡的 鸡腿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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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来吃 鸡腿肉 鸡腿肉 鸡肉 中午从秦宫商圈买回的是韩式夫妻开的韩式饭卷 有辣尾鱼豆包还有牛肉口味 我配上家里的鹿里还有一些辣酱非常好吃 我们下期见 说到台北人气的肉桂卷 前五名的名单里一定会有 Twin Brothers from Bow Thai Cafe的招牌肉桂卷 肉桂卷上方有满满的焦糖酱汁 卷体 湿润 蓬松 吃得到满满的核桃力 它是偏湿润的肉桂卷 上面的焦糖的香气非常的突出 然后我觉得它满的核桃给的是相对大方 就咬下去都有满明显的核桃力 整体而言它是偏脆感没有很大 所以我觉得它外皮其实可以在顺住脆一定会更喜欢 比较猉猎中 接着蒸的菜间 即使用到台北人的烘果 接着蒸蒜的烘果 接着蒸的烘果 解骨 蒸鱼 鲫魚 鰹魚 鰹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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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那样吃完就马上就想吃健康的东西 中午的母亲节大餐虽然好吃 但整体而言即是高油又是高糖 让我的身体感觉不单比较大 晚上就只是简单吃了一些蛋白质 以及纤维的食物 这样子简单吃也觉得好幸福哦 吃饭 当然最后你能吃饭 吃饭 涼散 更熾 凍子 咖啡 四隻的繽紛沙拉丸 本來以為這五天的甜食挑戰我應該一路上都會超開心的 結果連續吃了四天甜食下來 我今天真的非常非常的想吃健康天然的食物 即便這個甜食在我眼前有多麼誘人 我都寧願選擇這份沙拉 其實就是簡單把這些雞肉蔬菜烤一烤 然後配上一點沙拉葉跟自製的醬汁 沉寂的焦糖起司蛋糕 相當的綿密的蛋糕 天啊我現在也太醜了吧 沉寂也是在網路上鼎鼎大名的甜點的品牌 然後他們最有名的好像是千層的肉桂一卷 那我這次很有幸的嘗試他們的新品 就是這個焦糖起司蛋糕 我覺得它這個綿密的程度真的是令我有點吃驚 咬下去呢它很像焦糖布丁跟高濃度的起司蛋糕的混合體 那這個蛋糕表面它是有一點至少微微的焦糖的感覺 我覺得這一款糖度還蠻高的 但不得不說我覺得很好吃 非常好吃 晚餐的部分用全聯買的鮭魚頭還有家裡剩下的蔬菜以及豆腐做一個味噌湯 先炒香洋蔥以及蔥段 加入紅蘿蔔跟番茄拌炒 接著加入一大碗的水以及鮭魚頭繼續的燉煮 加一些蒜頭 然後最後加入味噌撒一點蔥花 配上白飯就很好吃囉 由於這幾天有意識到整體熱量的關係 體重竟然維持一樣 那在外觀上面沒有明顯的差異 但是自己感覺下腹部比較腫脹 而且蟹糖容易浮當容易昏昏欲睡 那五天的甜食挑戰結束啦 在這邊也想要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小小心得 第一個心得就是很神奇的 我對甜食的渴望大幅的減低許多 因為在做這個企劃之前 我真的是對甜食的慾望整個大爆破 每一天都覺得我要吃哪些食物 吃哪些食物 但是說真的 連續吃完甜食下來 反而會覺得我真的不想吃這些了 認真 我真的給我 給我一些健康天然的食物 OK 第二個心得就是 因為自己有在健身運動 所以還是會有意識的去算我的蛋白質 跟控制我的熱量 那我發現每一天都有這個吃甜食的扣打 會讓我的蛋白質變得比較難達標 尤其是當我還是想要把熱量壓低在一個區間內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健身的人或者是減肥的人 還是會去提倡要多吃 盡可能的多吃那些比較低熱量 但是會給你比較多滿足感 比較多蛋白質與纖維的食物 第三個心得就是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嘗試 連續多日每一天都吃甜食 我更深刻的發現身體存在一個平衡的機制吧 就是更會意識到 OK 我今天為了要吃下這個甜食 那我可能在我的其他餐 我可能就要更有意識的 比如說去減少碳水化合物 或者是我可能會額外做一些有氧運動 例如說日走萬步 或者是騎一些腳踏車 來做個200大卡的消耗 因為要吃那麼多甜食 然後自己也養成了一些行為 或者是一些mindset去對應這些渴望 那最後呢 我有三句話要送給你們 值得你渴望許久的食物 因為我遇過太多的人 尤其是女性 說他們非常非常地 懼怕吃下某些特定類型的食物 例如說油炸的啊 或者是甜食 覺得好像吃一口 就會讓他們所有的努力 給白費掉 那我要說的是 真的真的沒有你想像中的那麼嚴重 當你真的很想吃的時候 與其不斷的壓抑自己想吃的心情 不如就允許自己吃下那一小份 那一份你期望已久 你渴望已久的食物吧 允許用食物來撫慰自己 或者是犒賞自己的心情 其實是人之常情 當罪惡感充滿你的時候 不要譴責自己 然後也不要想著刻意要拋開 或者是否定這些情緒 而是再多去想想 為什麼我會產生這些情緒呢 之後我可以做出什麼樣的改變 或者是調整 來讓自己可以變得更好 來讓自己減少有這些不愉快 或者是負面的情緒呢 如果你已經下定決心 或者是經過你的思考之後 你真的很想要吃下這份食物 那麼你就在這個moment 好好的享受當下 專注在你現在的感受 以及未來你能做出的改變 而不是不斷的去想著 為什麼你過去會做出那些行為 然後一直陷入在自己所create的負面循環裡面 第二集我想要送給大家的話 就是對食物保有一定的意識 是能有效的減緩焦慮的 這裡不是指的是對熱量斤斤計較 而是保有一個你吃進什麼的一個mindset 我強烈的建議大家 可以把熱量扣打 想稱是金錢的預算 例如說你今天破例買了超出預算 比較昂貴的包包 那麼呢 你就可以在其他日常的開銷 去減少支出 那麼你一樣也可以達到收支平衡 一樣的道理 當你今天吃下了高熱量的蛋糕 你的確可能花掉了比較多的熱量的預算 但你不也從中獲得了同等的你想要的樂感 以及滿足開心的感受嗎 那麼啊 當你保有這樣的意識之後 你或許就可以在下一次的進食 去吃比較高CP值 也就是例如比較高蛋白質 或者是低卡食物來應對 那麼你一樣也可以達到熱量的平衡喔 因此在進食過程中 與其只是想著我爆卡了 我完蛋了 我的人生毀了 不如呢 就好好的去享受你的食物 然後保有一定的意識 大概去估算這份司康 這份肉桂捲 大概含有多少的熱量 吃了一口 我滿足了嗎 如果還不滿足 我再吃第二口 我再吃第三口 第四口 到第五口 第六口 你可能會發現你已經心滿意足了 變自動的把你的刀叉放下來了 最後我想要送給大家的一句話 就是 或許 你沒有你想像中的那麼想吃 能理解 有些人或許會說 妹 你吃的份量根本不算多啊 比起那些大胃王 你的這些挑戰根本是沒有看頭 但我想要訪問的是 你為什麼認為 你要吃的很多才能開心 對我來說 吃下一個肉桂捲的滿足程度 可能會遠遠高於 強迫自己吃下兩顆肉桂捲 所以問問自己 我真的需要那麼多嗎 很多時候 更多的食物 並不一定代表更多的滿足感 以及愉悅的感受 如果我能從我自己想要吃的份量中 去獲得很棒的幸福感 那我為什麼又要強迫自己去吃下 我不想要吃下的份量呢 你是擁有這些掌控權去決定 你要吃哪些食物 以及你不想要吃哪些食物 我想要告訴你的是 你是有權以及有能力可以去喊停 去告訴自己 或許我真的沒有那麼想吃這些東西 或者是 當我吃完之後 我就會心滿意足了 這是你從你內在 跟你的身體對話 所慢慢地培養出來的 很棒的能力跟掌控權 讓這個掌控權回歸到你身上 那麼你對食物的焦慮感 跟恐懼感 就可以慢慢地減低 好 那希望這支影片呢 對你多少有些啟發 那我們就到這邊啦 希望你喜歡 掰掰